中国区长赖俊达及事议员陈锦定会计师张志伦和自强里长张新顺等人 前往模范母亲李彦杰家中祝贺 因为疫情关系,取消了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因此区长一一前往获表扬者家中表达祝贺与感谢 李彦杰女士结婚三年后,丈夫就不幸在交通意外中过世 独立抚养两名幼子以及未出世的妇中胎儿 一肩扛起生活重担,抚养子女长大成人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整个事务的政策避免大家群聚在一起 所以由我今天特别代表我们侯友宇市长 来跟我们李彦杰,我们的妈妈母亲来跟她恭喜 同时也感谢 开心如苦抚养子女成人 坚强面对人生不畏困境 身教教育下一代 犹如支柱撑起这个家,成为温暖避风脏 因为要给他们读书 他们也知道 我在去大楼打扫的时候 他们有跟我去 礼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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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宴 那时候很辛苦,他就看在眼里 妈妈辛苦了,谢谢他们这些年来的付出 那只有一个人就是要照顾生何小孩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也是我们自己有小孩之后就会更了解这种事 对,所以就跟妈妈说辛苦了 而在孩子长大后,也化小爱为大爱服务社区 因此获得礼长推荐为母范母亲 还有环保助工作了二十几年 还有我担任礼长的时候 我也极力推荐他来当礼长 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服务真的很热心 看到李妈妈真的是在综合在地 都是服务了二三十年 整个对综合的贡献非常的大 那刚刚看到李妈妈的整个家庭 她的小孩,有看到她的孙女都非常的可爱 表示说真的有在为地方贡献的人 真的是有非常的有福报 春晖五月晴,温柔且坚强的母爱 照顾着家中每个人 感谢有他们的付出,让家显得温暖 而这份爱也为社会带来了温馨与祥和 记者如秀娟,张怡萱综合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